半夜12点04 这是做红豆大米饭 这是昨天捡的萝卜 雪皮吃了一块糠了 有点辣 但这种辣味挺好 稍稍苦稍稍辣是好东西 这是大米 一会儿这个再热这个 这个壶这个瓣坏了 就不用它了 用它来烧水吧 用这个壶来烧水吧 这个壶是我捡的 这个壶质量好多了 用它烧个水 这个红豆又泡上了 红豆 又泡上了 前段时间发了 切圆葱 现在圆葱比较多点了 我就吃圆葱芯了 吃那个嫩的芯 这个红薯捞出来了 在这先晾着 把炖猪罐给它盖上 把这一会儿再说吧 一会儿再吃 然后这个烧水呢 它这个问题是 它没有这个扇 这个壶呢带口扇的 一旦开了之后 它嗡嗡响 这不有个气笛吗 开了嗡嗡响 这个就得看着点 它没有声音 无声无息的 因为它这个 这个瓣这个地方 烫水 拿个钳子 拿个钳子夹 拿个钳子这样夹 就是拿这个钳子 这个钳子 用这个钳子 用这个钳子 一夹这个钳它就下来了 这个地方看 一夹它一号就起来 省得烫手啊 这个钳子是在车库销售买的 花了一美元吧 还挺好用啊 然后这个水如果晾凉了 到这里 到这个玻璃罐里 玻璃罐 这种玻璃的是比较安全的 盖是铁的 这个是苹果汁吃的啊 以前发的视频 12.06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厨房现在没有人还挺好 有人的话就不这么方便了